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一直是根据疫情形势的发展变化来应时应事动态的调整我们的防控政策 我们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视同仁的 中方宣布以内移管以后有很多国家都表示欢迎 那么泰国马尔代夫文莱俄罗斯柬埔寨等国都纷纷的表示 希望尽快恢复更多的直航航班热切的期盼中国游客到访 但是很遗憾有少数国家罔顾科学和事实单独对中国采取了入境限制政策 对此呢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我想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国家来实施歧视性的政策 我们中方对这些国家采取的对等的措施 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 也是为了维护国家之间的人员的正常往来 事实上我们对有关国家因外交公务 或者是紧急商务等事由来华的也做出了妥善的安排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尽早的取消专门针对中国的歧视性的措施 和同中方一道共同确保双方的正常人员往来 促进两国关系的积极发展 那么我在此呢也想重申一下 中方是积极支持扩大中外人员往来的 并且呢将会继续为来华经商的人员提供便利 我们理解各个国家采取合理的防疫措施 我们反对的是采取歧视性的做法 或者是把疫情政治化 感谢观看